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说到罗素佳劝案之后 电车工会的负责人被港英当局抵戒出境 究竟之后工友的待遇有没有受到改善呢? 这本电车工人话策就告诉我们了 这本话策是1954年我们的前辈画了下来的纪念话策 为什么有这本话策呢? 因为是1954年发生了令电车工人受到不平等和乞搏的工作待遇 电车公司在非洲调了一个经理叫做庄士敦 来到香港电车公司之后就说三个月要铲平电车工会 所以在1951年至1954年不断地去解雇我们工会的负责人 到1954年后将我们工会最后的部分的工友炒了 尤其是财苏 江苏 后来我们又罢了工 所以电车公司就停下来 改变了那个怀油改良的政策 扶植这个自由工会 和我们工会作对 这本话策记录了电车工人用血肉保卫工友的权益和专业 其中一个故事是说工友临袖工作量太大 做到腎病出血 公司又不准请假 最后痛到入医院的腎 另一个故事是工友黄金球 因为工作太辛苦了 食物定善 结果做到呕血 最后死了 留下了孤儿寡父 所以当时工会发动筹款 帮助这班工友 这本电车工人画策 其实在当时来说 都是一个很有趣 很创新的方法 去宣传我们电车工会 以前是如何为工人 争取一些权益 亦给我们后辈知道 很多电车工人以前如何新宣化 虽然电车工友当时的待遇 其实未有即时的改善 但是经过我们工会上下团结一致 慢慢慢慢自由电车工友的待遇 都有所改善